前苗栗县长徐耀昌登记参选苗栗第二选区立委 对上了苗栗市长邱振军 由于两个人在去年县长选举期间分别支持不同人马 被形容是县长选举的延长赛 今年透过了国民党苗栗县党部协调 将在5月14号到16号以全民调的方式 决定由谁代表出马 角逐立委宝座 苗栗市长邱振军看到前县长徐耀昌立刻上前迎接 徐耀昌也释出善意 协调会还没开始 双方心里厚兵 和支持者一起高喊中国国民党要团结 当选的话 在中央部会去走动 或者是拜托这些的老朋友 我想会对我们的能力 财政上有更大的益助 徐耀昌虽然线下县长职务 可是自认宝刀未老走访18个乡镇市 发现很多地方缺乏建设经费 想利用过往深厚的经验和人脉 补足这块缺憾 而邱振军主打的诉求是 国民党最需要团结一致和年轻世代的交班 才能够打赢这场艰困选战 希望说能够世代交替 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 来为我们这个地方来服务 国民党苗栗县党部指出 经过协调之后 徐耀昌和邱振军两个人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所以定5月14号到16号这三天进行民调初选 透过三家民调公司的数据 决定由谁出马代表国民党 角逐苗栗第二选区的立委 就张新杰聊了一报道